这边是河南漏河寺 现在五六点钟了 快六点了 我去找一个旅馆 因为天气太热了 不能睡在车上了 你看我现在声音都是哑的 非常非常的热 40度 地板就像蒸汽那样 拼命的冒热气 前面有一家旅馆 看一下住宿有多少钱 平安旅馆 还要看一下有没有地方停车 有没有地方停车的啊 有啊 在哪里停啊 这都没地方停车 停对面啊 停对面不怕啊 快点啊 快点啊 还请卸桃啊 多少钱啊 你过来看一下啊 但是箱子有什么这么多 小广小 你没有卫生间啊 在多少钱啊 在么五十 有空调 卫生间在哪里 你看卫生间不是在屋里吗 在哪里卫生间 这个 空调行不行啊 可以啊 50块钱啊 40块钱啊 40块钱你不开空调 好吧 不开空调啊 还没别的房间好一点呢 好一点60 不开空调 40度 20粘不住 对不对 这个怎么要好一点 这是好一点 坐一间来吧 空调要有用 当然要有用 没有都出来 10块钱粘不住 这么热对不对 空调没用 空调肯定有用 我们空调都是大公民 你看割立的 你看我们空调都是割立的 坐那点了 今天晚上的话 在这个漏尔是租了一个房间 在宾馆了 这个宾馆看到就是 简陋是简陋一点 但是 挺干净的 特别是他这个背部 你看 这背部还是挺干净的 就是比较简陋一点 这只要干净嘛 没有味道嘛 是吧 应该他这边经常有人住 所以说不会有一股那种味道 60块钱 有空调 你看 还有就是 有卫生间 有电视 电视我是不开的 是吧 最主要是这个空调 空调自然效果是不错 非常的凉快 还有就是 有热水器 是 60块钱 旁边那间比较小一点的 50块钱 那还有更差的 就是 不大空调的 3040的 听那个老板娘讲的话 就是这个附近的话 就有一个夜市 非常的繁荣 所以等一下的话 去夜市逛一下 这是我的宝 他配了两双拖鞋 一张简单的桌子 一张双人床 是吧 不错 房间是简陋一点 你看他房间那边的 好像是有一点会那个 墙壁有一点会拖了 应该是会自治水 这个卫生间 卫生间也不错 比较加钱在这边 是吧 嗯 有冲凉的 这些西药的东西都被 忌备了 这墙壁上 有人在坏来坏气 这坏了什么 这个人在笑嘻嘻的 好像是一只兔子 嗯 两个正的 不错 不错 是吧 如果这个天气睡在车上的话 已经受不了了 太热太热了 你看一下我现在那个脸 好像比前一段时间都瘦了很多 哇 40度的温度 就算他晚上整个晚上都有 30多度的温度 温度根本都不会降下来 就这个河南 河南这个地方的话 就像一个火盆一样 哇 非常非常的热 嗯 你看我声音都哑了 嗯 这个所以说这个现在楼不睡 宾馆的话 这么热的天气睡在车上的话 十早的要中暑 是吧 所以这个房间这么便宜也接收得了 五六十块钱 哇 很多人啊 这边就是漏喉丝的夜市 你看一下 嗯 昨天晚上睡 昨天晚上睡 今天晚上睡 我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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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都是马来人喝的 你喝过来 我都喝过来 我喝过来 我都喝过来 我喝过来 我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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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收集工创 十块钱两本 这个是画画画这个颜色的小孩子玩的 看一下前面有小吃 我都还没有吃晚饭 没想到河南这边的夜市这么冷啊 好多冷啊 我们修了 一块 欠缸 我个个个 小孩子 好 這邊就是全部都是小吃 諸可民小吃 針餃 文工 生蠔 這肉和式的當地小吃不知道是什麼 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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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跟別的地方也是差不多 面筋 面筋不是跑到前頭都有 肉夾毛 雞肉夾毛 鑽板和膠油 哇 這麼漂亮 鑽了 肉粉 好吃 五個雞爪 好像跑到哪裡都能看到五個雞爪 雞爪牛排 肉麵 鑽了 正中西當冠底 我看一下我要買什麼東西來吃 你看一下有多少人在吃宵夜 感觉到河南这边天一黑的话 都是在那边吃吃吃 后面都皱满的冷 看了这边的地干经济搞了 真的是好冷 非常非常多的冷 老虹框老家母啊 这后面全部都是卖小商品的 这边下期的话就是捡个卖衣服的 你看这街道上在这转移 以前的话都是听到它是本地可银 拿不掉小鸭鸭拿不掉 多少年哥 五块拿两个了 啊 那三个三个上去的 那不是冲桌桌的 那不是冲桌桌的啊 那是冲桌桌的 买了两颗肉夹猫 拿一个粒豆汤 粒豆汤 这个肉夹馍是正宗的陕西肉夹馍 一吃就知道 因为我在陕西吃了很多肉夹馍 我晚上就吃两个肉夹馍 一个那个粒豆沙 很久都没有揍宾馆了是吧 揍宾馆吹着空调 然后扎许个澡睡个好觉 不然这么热的天气总是睡在车上的吧 晚上睡不着的话 长几下期的话 就是那个会精神刷漏啊 你知道吗 哇是不错的 还包了青椒啊 还有那个 熔冲啊 都是生的 生的才好吃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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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